為何要跑完這個馬拉松 細錦賽現溫興一幕 媽媽會來的 9月28日 道哈 2019國際田聯世界田建錦標賽女子馬拉松竭賽 由於高溫高濕 多人中途退出 但一位瑞典媽媽堅持到了最後 這名瑞典選手名叫約翰·拿巴克隆德 她以3小時8分30秒的成績僅僅獲得了第37名 終點的鮮花和掌聲早已消聲匿跡 此時最溫馨的一幕出現 她的小兒子奔向了剛剛結束比賽的媽媽 來迎接她的媽媽 由於道哈當地天氣特殊原因 女子馬拉松的比賽時間被特意安排在了當地時間晚上進行 這對於所有參賽選手都是巨大的挑戰 最終奪冠的肯亞選手切普及第期 才跑了2小時32分43秒 而她賽季最好成績為2小時17分8秒 所有選手中 沒有人跑進2小時30分 跑進2小時40分的也僅僅只有7位 中國3名選手中 2名元賽 馬肉桂和賜人操母的元賽 成績分別為2小時55分24秒 第24名和3小時1分56秒33名 到哈白天室外最高溫度可達45攝氏度 所以國際田聯取消了傳統的上五場比賽 每天競賽單元從下午4時左右開始 因此這場安排在了當地時間晚上11點59分開始的 馬拉松直到凌晨才結束 雖然是在夜間 但當時比賽時氣溫形即時溫度為33攝氏度 濕度75%,體感溫度高達41攝氏度 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賽程 但若看拿巴克隆德堅持跑了下來 巴克隆德表示自己克服了重重困難才堅持了下來 炎熱天氣下體能消耗實在是太大了 但是為了能讓兒子在終點看到自己 讓他明白不能輕易放棄任何事情 他作為媽媽必須作出表述 最終堅持了下來 文章來源 運動幫